慈激环保20年 全台超过7万名的草根菩提 天天例行环保守护大地 而在马来西亚的槟城 有一户慈激照顾户 也因为善念受到了启发 现在反转手心帮助别人 事实上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扎纳尼罹患了乳癌 但是昂贵的医疗费用 让一家人难过的喘不过气来 先生也因为病痛 没有办法外出工作 孩子们的学费也成了问题 慈激志工给予事实的补助 解决了一家人经济拮据的问题 而这一家人也把感动化为行动 做资源回收 任养主统来回馈慈激 两个女儿在放学的途中 也会捡起可以回收的物品 慈激志工的陪伴与帮助 影响了一个家庭 手心反转 把爱延续下去 顶着烈日一边走一边弯下腰 捡起路边的瓶罐 这是斯达和斯杂两姐妹 在放学回家路上必做的动作 不畏肮脏 不怕昆虫叮咬 更不担心被朋友讥笑 只要发现哪里有一包包的垃圾 他们都会打开来看 虽然斯达和斯杂来自贫困的家庭 然而却无阻他们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 回馈慈激人给予的帮助 斯达的妈妈罹患乳癌 需要到医院做化疗 但是昂贵的医疗费让他们透不过气 同时父亲因为腰痛 无法工作 缴交孩子的学费也成了问题 一家五口顿时陷入了经济困境 幸好此地志工给予了事实的补助 让他们得以解决经济拮据的问题 或者补助金的他们感动的发抖 因为终于可以帮孩子缴交学费了 家境的贫困曾经让孩子们三年没换新校服了 已经破烂不堪的校鞋孩子还得穿 虽然目前家境逐渐改善 但却培养了他们喜福爱物的美德 能省的尽量节省 一家人也开始在生活中做资源回收 日系一善投竹筒 不忍别人受苦难 这一份的同理心 让斯达懂得及时行善 回馈社会 她和妹妹也积极地参与 每月的资源回收日 以回馈心跟福田 从付出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幸福